我知道,不過也有人給了一些問題出來 我們先說兩個,然後分下面一個,然後大家打和一下 有一個朋友想問一下台上各位怎樣看香港和中國的關係 是主戰、主和、保持外眉還是怎樣呢 如果是保持外眉都不知道他的意思是甚麼 空間在哪裏,又或者空間是否縮減近呢 如果是沒有這種空間,他就說原因何在 但我覺得可以進一步就是如果大家這麼悶怨 沒有這個外眉空間繼續存在的話 我們其實應該是怎樣做的 這是一個,大家可以準備一下 第二,有意見也是有他自己的提案的 他合縱才可以抗盡 這個是歷史的,但他都覺得抗共是不是都要這樣呢 會不會考慮成立一個就是民主公義大聯盟 就是定期可以有聚會和研討呢 這個或者我會覺得,我覺得這個不是現在可以做的 應該是我們都說現在是一個開始 就是一個僑僑,一個慢慢談 談到水到渠成的時候 或者這個建議可以被採納都不明白 另外就是他說如果想成立一個民主公義大聯盟 會不會在某年某月,例如舊屋一千人左右可以成立呢 這個都是一個時間表,大家可以再討論 我自己就在這裏加多一句 就是我當時見到舊屋,我覺得,哇,香港人真的很厲害 什麼都想到,而且什麼都可以自白去做 這個我想是今次今日,我們周圍康康 見到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多行一步 就是用我們自己的舞台 這個是我們跟楊先生最不同的 他那個什麼大人,什麼家偉星話 我剛才說的,最不同的地方 現在我們應該是沒有自豪 還有是繼續的地方 那就是第三個 他對楊敬恩和千萬都有些他自己的看法 那這個我一陣子就交給他們 但是他也都問,支持公恩素 會不會是移民主或者民主推理做主呢 那大家因為現在有新年制變動 我們現在香港人真的很厲害 就是要很激動的 那歐同謙就來了 那我就想說 他對楊敬恩和千萬有操控來的 他對楊敬恩和千萬有操控來的 但我讓他休息一下 那就是我們聽完下面 就是排隊的其中一位先生 就他講完他的問題或者他的看法 然後我們就交的時間給阿歐樂憲 那他也都會跟我們講十分鐘 然後我們又再回復大家的討論 今天很開心看到台上 各個年代的爭取民主的抗爭者 都可以坐在一起 講求和傳義 之前可能是一門散沙 可能大家都是今天才覺醒 所以其實大家不要放棄 而是其實現在才開始 但是那個情況就是 我們很悲心 或者現在很對各樣的抗爭 有些問題 你好像你說是 這個外國抗爭 說會被人告 會被人抓 會被人抓 會坐牢的 議會抗爭 議會抗爭裡面會被人DQ 但其實剛才有些問題都講到 其實街頭抗爭 根本團已經成一千日 每晚都有的 我們也有很多朋友去參加 本來我都嫁不住去參加的 一千日大家都去支持一下 第二件 還有一件是司法抗爭 司法抗爭裡面其實很多時候 就是說 我們的民主派人士被人司法覆行 但其實台下有兩位 持續差不多八九年的司法抗爭者 一個是郭卓堅 一個是張周榮 他們是指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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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不對 為什麼不可以去DQ回他們 為什麼不可以JR他們呢 但是 他們經常面對一個問題 剛才金先生也講到 就是他們現在 當然他們會申請法盤 但法盤現在經常阻攔他們 我想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 但是問題 他們找節目律師是很艱難的 我是由第一生 我是陪他們去找的 但是當然 都是閉門更 或者說不如你找哪位哪位 但哪位哪位又很忙的 但是他們 呼救服務 但是近這兩個月 我想大教授會知道了 他們現在把所有的案件 差不多堆在這兩個月發生 現在這兩位 最勇武的司法抗爭者 是呼救部門的 沒有律師幫忙 當然他們的論述 不是暴敵的論述 但是如果你們的法律界 如果有些更能夠 可以豐富他們的論述 他們是去訴訟的 大家出來幫一下手 謝謝 也有兩位在做 也有其他人 可能會因為他們做了 現在又開始近來 他們就覺得 是可以做到的 或者可以走到的 OK 我們一會兒再 這邊很慢 我們先給個時間 阿樂見